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怎么看呢 这个消息 因为沈颖两个月之后 突然间宣布免职的 还是国防部长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 一个是外交部长 一个是国防部长 台湾的总统的权限 就是外交国防是总统负责 剩下是沈根源负责 最重要的 但是说这一次 外交部长 这个国防部长 都是今年三月的人大 刚刚被提名 被选上宣誓的 现在仅仅过个半年 两个人都消失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中国出现一个 政变级的一个大的变化了 中国建国以后 在历史上 有各种各样的 什么文革啊 什么反忧啊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说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 同时被罢免掉的 例子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首先我觉得 中国政治一定出现 很大很大的混乱 混乱成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啊 出问题拔掉 这个OK 新人不敢认命 今天香港的明报说呢 说没有合适的人选 我觉得中国就不差人才了 14亿 人才继继 14亿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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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自己认为 能当国防部长 至少有几百人啊 解放军有上百个 几百个将军 都认为自己能当 为什么找不到呢 就是很明显 就是说 现在习近平 他自己的权威 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怎么说呢 不管是秦刚 还是李唱福 都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 最不想罢免是他自己 因为你把他们干掉的话 首先说明一件 你自己是人不明嘛 但是又不得不干掉 不得干不干掉的呢 一定是不光 如果是贪腐问题的话 中国所有共产党 都有贪腐问题 光是贪腐问题 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是忠诚度 某种影响出的问题 同时呢 还有很多证据 确凿的证据 也就是习近平 现在好像是大权赌卧了 那么特别是秦刚 他呢 从这个外交部 司长升到副部长 升到副部长以后 到美国去当大使 一年三个月以后 又回来当外交部长 然后再升到国务委员 连升个三四级 只在两年的时间之内 这种是所有人 旁边人都心里很不爽的 因为我们排队的 排了好几年啊 觉得应该下一个是我 他是坐火箭上来的 很不爽 但是说呢 习近平任命没有办法 那就来收集秦刚的黑材料嘛 他犯过这个错误 那个错误 拿材料以后交给习近平 材料确证 证据确准 不得不出手嘛 所以罢免掉了 李尚服也是一样 也罢免掉了 那么他如果再任命 一个新人的话 下面不满意 照样收集黑材料啊 那你就 你自己没办法 所以说外交部长 怎么外交部长 就让王毅 反正他已经做了 十年外交部长了嘛 应该他有什么问题 也没有让他回来 而且王毅 年龄那么大了 不可能跟别人抢位置 大家害王毅的人不多嘛 所以继续王毅 先稳住外交 官方部长 干脆给你控起来 他谁都不敢任命 因为他不知道 下面哪一个人有毛病 是不是这个带病提拔 这个是首先我觉得是 中国的政治出了一个问题 习近平的权威出现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李尚服他呢 是属于共产党的太子党 他的父亲是一个将军级的 一个人物 做过铁道兵的西南军区的副司令 李尚服的他的老板 他的老大呢 叫张又霞 张又霞呢 现在是军委第一副主席 那张又霞的父亲张宗迅 这也是一个 就是说共产党太子党 也就是说呢 这些太子党 习近平本身也是太子党嘛 他是习仲勋的儿子 也就是说当年 习近平刚刚接大位的时候 他把江泽民留在军队里边的大将 先是郭伯雄 这个许才后郭伯雄 后来把胡锦涛留下的大将 张扬 房丰辉 这样不管是江泽民提拔上来的人 胡锦涛提拔上来 他全部给干掉了 他仰仗的呢 就是这群太子党 这帮兄弟们 所以说这些太子党在军队里面 就作为作福已经一言九鼎了 我们跟皇帝是自己人嘛 但是这些太子党跟习近平的关系呢 并不是上下关系 是兄弟关系 比如说张右侠 张右侠的父亲就是张宗逊 他是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出来的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是第一野战军 他们两个当时 当时这个司令兼政委是彭德怀 但是彭德怀负责中央的工作 实质上司令是张宗逊 政委是习仲勋 就是他们两个父亲就是好朋友 就是一起工作的搭档 他们俩从小的时候认识 张右侠比习近平大三岁 所以对习近平来说大哥嘛 小的时候大三岁差很大了嘛 所以说张右侠不见得听习近平的嘛 至少没有敬畏嘛 我们小的时候就看你长大的 所以说现在这么多年 习近平掌军十年的时候 习近平自己亲自提拔上来的小弟 都长大了 比如现在军委第二副主席的何卫东 这是习近平从福建提拔上来的 包括苗华也是习近平自己 那都是自己的绝对服从的部下嘛 所以习近平看着这些太子党 越看越不顺眼 就是想把这些太子党打掉 所以说今年就出现什么 就出现游亚洲突然被抓起来了嘛 游亚洲是你先见的女婿 也是当时帮习近平夺权的 立下赫赫战功的人 但是不听话嘛 就看不起习近平嘛 就游亚洲抓起来 然后现在就是打击李昌福 这些军内的太子党 所以说第二个就说明了 军队里边的习近平跟太子党的矛盾 也是非常激化 那我张右侠到底会不会动张右侠不好说 但是说现在军队又面临着一波大的清洗 上一波清洗2013年到2014年 当时就是说许太后 郭伯雄 给你打的军队整个的将军抓了一半 刚过十年 又这次从火箭军开始 又开始抓人 任何一个军队都受不了这样的折腾 抓完以后要肃清流毒 把他有一个都抓起来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军队 现在一定是问题非常非常大 是问题大到非得动手不可 因为你看到全球在围中抗中的同时 面对中国的军事扩权 全世界这个民主世界同盟 包括非民主世界同盟 你说像过去像是柬埔寨啦 像是越南这些国家 却通通都站出来 而站在美国的这一方 来要抗中要围中 你对中国来讲 你的外交 你的火箭军 你的军事 这些人是这个团队 对这个团体的稳固性 维稳性相对是比较重要的 你连队外 这样的队伍都被摧毁了 甚至连头头通被拔 而且是一缸子全面扫荡 这个习近平到底是为什么 就说明习近平的这几年的军改 是完全失败的 他重用的一群人是一群骗子 就是等于说 他现在要抓李尚福 李尚福应该 他不是国防部长任内的事情 是他以前叫装备发展部部长 就专门装备的 那么这个火箭军也是 火箭军是飞弹部队 现在我听说的一种 从北京传出来的说法 当然这个没办法证实 就是说这一次俄乌战争 中国提供一些飞弹 俄司告诉他根本不能用 然后习近平才发现 这么多年的飞弹的预算 中国的飞弹预算是拿中国军队 这个所有预算最多的 一直在骗他 就是随便弄一个飞弹的阅兵的时候 拿过来长长的一个桶 就告诉他 这可以飞一万五千公里 这个可以飞八千五百公里 都没有试过 所以说都被骗了 实际上呢 到俄乌战场上 我们看到这次俄欧斯 为什么打得这么强 就是很多的武器都是假的 都不能用 根本跟他想象的威力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威格这件事情 你上乎去了两次俄罗斯嘛 然后回来以后 最后很多说的谎原不了了 而且发现你们是窝案 你们从上台上全是贪污 全在骗人 所以中国的飞弹部队完全不能用 所以习近平不得不再瞎重手 这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绝对是有这方面的说法 否则的团灭 这个不可能是间谍案啊 大家都说是间谍案 间谍案抓一两个就有可能 不可能从一个军队上上下 都是间谍 那间谍一点都没有神秘感的嘛 整个军队 整个团队上到下连根拔起 对 全部斩除 就是贪污嘛 因为间谍的话 假如他是美国间谍 美国也考虑成本嘛 有一两个间谍就够了嘛 不可能把你们全部发展成间谍嘛 所以说我觉得一定是贪污犯嘛 贪污犯 而且在贪污后来出现忠诚问题 就是说习近平认为军队对我不忠诚嘛 所以说进入这种 这一旦发现 等于说不管是李尚服还是秦刚 都是习近平自己亲手提拔下来的小弟 习近平自己人 这个权益斗争 斗政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全世界的人类史上都是这样 跟政绩这样的 什么时候开始整自己的小弟 这个政权就危险了 因为你整倒一个别的小弟都害怕了嘛 你整个的军心就垮掉了嘛 不然不敢跟你卖命了嘛 就是在你面前最红的人 就是说比如像秦刚 是习近平亲手把 延伸四级提拔上来的红人 就说明他是习近平最相信的人 他对习近平付出的也最多嘛 他跟别人竞争的 因为他付出最多的时候提拔嘛 现在突然之间被看掉的话 对别人来说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大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中二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 中国的军队 我想现在的战争 第一波攻击一定是火箭军嘛 一定是飞弹部队嘛 那现在飞弹部队 已经这样溃不成军的状况之下 另外一个 十年速军 抓一半将军 过十年再抓一半将军 这个军队和自己的国王是没有互信的 这一定是嘛 而且现在不敢让 这个李尚福的后任不敢定命 中国古代有句话说 国不可一日无军 军不可一日无帅啊 他就把军队的国防部长 已经两三个月找不到人了嘛 他这边他不相信不信任嘛 在这种情况我认为啦 打台湾那可能是微乎其微啦 他打台湾应该把军权 指挥军队权力受给下面的将官嘛 那对下面的军官还说 打中南海要比打台湾容易多啦 是 对啊 打台湾要打世界大战 让美国向全世界为敌啊 调转枪后打中南海更容易嘛 所以关于这一点的话 而且也有俄罗斯的普里格金的例子嘛 是 我估计这个普里格金事件 也是让习近平 促进和整肃军队的一个下决心的理由 普廷的这个左右户法里头 这个瓦格纳集团发现 说我攻打这个俄罗斯莫斯科 比攻打这个乌克兰来得容易 所以相信之下 你的火箭军 可能习近平也在盘算着 你们的炮口道呢 是对准哪里 对准美国 对准台海 还是对准我们自己呢 所以说我觉得 光这一点我们看到 就是一个是 中国政治出现很大的问题 然后习近平跟军内的太子党的矛盾 现在已经表面化了 还有一个中国军队 现在军心涣散 士气低落 所以说暂时打台湾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好 这个普丁也到北京会议见了习近平 那么习近平同时会议见了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 在中东这一局 现在看到习近平你在真的是四面楚歌 对外跟对内真的是无目标之外呢 中东的局势里头 难道习近平也想扮演一些角色吗 包括了普丁 我们下一回再请石斑老师帮我们做解析好吗 谢谢所有小军Torrent Post所有的观众朋友 记得喜欢我们的影片 用我们影片值得分享 每次石斑老师来都带来非常多 不只是科普方面 他的含金量很高的影片 总是引起大家的一个点阅 把影片多多去扩散 让更多人可以知道现在 台湾的处境的最新局势 谢谢石斑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再会了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